四位部長排排站拍照 紀念著歷史性的一刻 法國外交部長克隆納 國防部長勒克努 以及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 國防部長馬勒斯 一月三十日在巴黎 舉行部長之間的二加二會談 會談結束後 兩國發表聯合聲明 其中提及強烈反對中國武力威嚇 破壞臺海穩定 不僅重申支持臺灣參與國際 還將深化與臺灣關係 挺臺論述明顯升級 另外會談上最重大的宣布之一 則是力挺烏克蘭 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 民主國家陣營第一線岌岌可危 法國和澳洲合作軍援 根據協議 兩國將共同承擔 軍援烏克蘭炮彈的成本 數千枚155毫米口徑炮彈 將由法國武器製造商 耐克斯特負責生產 而火藥則由澳洲提供 預計能在未來數週到數月之內 協助烏克蘭自我防禦 時間到回2021年的9月 當時美國英國澳洲宣布建立防衛聯盟 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艦 澳洲撕毀原本與法國合作建造柴油動力潛艦的合約 讓法國非常不滿 直呼視在背後被捅了一刀 如今兩國破冰 發表共同聲明挺臺海穩定 還為烏克蘭達成協議 可說相當具有象徵意義 靜新聞林孝茹林立衛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